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台湘的本宁新闻 台湘的治安要关口警察当人来维持 今天塞的本局 医院 河新以及应定派出所 基盘新人诉讼的报答电影 台湘愿望新的诉讼可以继续用 上人真打拼的精神来守候台湘的安全 医院派出所 赞 一早前前头大大大小小的是这核地派出所 在这里 欢喜来迎接新人诉讼 在这核地派出所在 往往需要派出所的警察以及乡亲来共同伟号 因此此处新人逾山派出所的诉讼及副诉讼 也认为自己可以继续用上人真的态度来为台湘博物 因为刚到任匹员所担任副所长的職務 那基於所長的部份也是在培養資歷已經一段時間 那我到任在培養所部份就相助所長 一些勤列務還有一些事務的進行這樣子 感謝長官的肯定跟提息喔 那我與當任所長這個重責 在之後上任之後呢 我會將培養的資安跟交通呢更帶上一層樓 那不負長官對我的期望 當時今天除了培養派出所以外 在豪新以及營臨派出所 也一樣基盤兩長以及文新的新營派出所的所長 將臨電力 感謝那個分機長對職的肯定 今天部長那個永定所長 以後那個會加強那個 治安交通及衛民服務工作 感謝我們西羅文局分局長 以及各位長官的認同與支持 本人在核心炮所任職 期間一定會 對治安交通及衛民服務盡力 對三位新主任的董事 西羅文局長也表示 今天大家會繼續用西羅文局 最努力 最發表的態度 來修好治安 西羅文局因應原所長退休 將平時工作表現及工作能力 良好的副所長 升任為所長 本分局提員所 核心所 永定所 今天由三位新所長接任 警察工作是持續 無間斷的工作 這個地方的安全 翁翁翁是 外科派出所的警察董事 以及鄉親來共同感動 期待三位新主任的首長 可以繼續用最認真 打招的精神 來修好治安 期待您歡迎 彩虹波的